其實第一個用化妝品的人就是埃及瑤侯 他用一些礦物混合動物的油脂 其實現在的化妝品都是差不多 豬油的那些 對 他就化在眼上 就是這樣化在眼上 他就是用來辟邪 還有讓他輪廓深一點 他是不是那些異頭的東西 不是的 其實他主要是想辟邪 就是埃及很多斜 很斜 我不知道 但是後來 58世紀的歐洲那些人就開始化妝 但是那些男人就不喜歡 就覺得他們歐霜踏死 所以就不讓他們去化妝 直至到二十世紀 那電影開始 開始有電影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黑白片 對 開始流行化妝 以前的化妝是很深的 就是 像魚花 秘影 像 笑流中球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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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很深的 就是輪廓 是要 我經常都在幻想 我很想試試化他的妝 我會想 自己說什麼樣子 我經常都在想 黑白片那些 其實只有黑色和白色 他們會不會用藍色來化胭脂呢 其實差不多都是一樣 就是黑色 你出來都是黑色的 我經常都在想這件事 超搞笑的 我覺得如果是黑白片 不如不要浪費工夫 黑色那些 黑色和白色就夠了 OK 光暗影 已經夠了 腌脂那些 省了很多次 可能他們那時候 都不是說超級深的 就是不會 好像我們現在有這麼多顏色 去背襯這個妝 那你們又知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都有化妝 那知不知道 說一些學術性一點點的東西 粉底 這個是打底的Base 是有什麼用呢 我聽說好像早餘的 就是讓粉底沒有吃掉 還有呢 會上妝貼一點 上妝貼一點 其實有些不同顏色的打底箱 你知不知道 調色的 調面部的顏色 它有不同的 例如紫色 它會消除暗額 還有消除一些黃 如果有些很黃皮膚的人 最好會有紫色的 哈哈哈哈 還有綠色呢 就知不知道是會 可以怎樣 可以紅 是啊 是啊 因為你有時候可能 皮膚敏感 你很適合用 是啊 哈哈 我常常都皮膚敏感 所以我經常不可以吃蝦 還有不可以吃蟹 有這麼神奇 紫色可以遮黃 而這個綠色可以遮紅 是啊 還有粉紅色 是啊 我就在想 粉紅色是 可能有些人的臉是青 哦 加上一些紅色 是啊 通常是什麼人會用粉紅色 紫色的 哈哈哈哈 面黃色的 通常是新娘 新娘 是啊 通常新娘都會用粉紅色 為什麼 因為他們結婚 所有老人家都想他們會面色紅潤一點 是啊 好像說 漂亮一點 還有橙色的 其實橙色就 橙色和黃色都差不多 那就是像自己的膚色 那如果那個人是很正常的話 那他用橙色都可以 因為他是可以給他再 就是你會覺得他好像 比較健康一點 這樣